红森总理表示柬埔寨政府不会制定同性婚姻法 红森总理今早在甘拉省慰问工人时透露 目前同性婚姻法在一些国家正在引起强烈的争议 政府认为柬埔寨没有必要制定同性婚姻法 无论如何,红森认为随着时代的进步 柬埔寨社会对同性恋也渐趋包容 因此制定同性婚姻法是没有必要的 红森指出目前同性恋人群的艾滋病传播形式仍然严峻 他提醒同性恋人提高警惕,参与预防艾滋病的传播